你说你跑慢一点的话让别人一起跑 这种情况的事 我们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公赢 合作应该是两国做出的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我愿意各位参议员共同努力 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为两国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中国继续成为全球 我们不想复杂 我们有竞争 但我们确实不想互相互 所以我们想复杂我们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世界称这次 我们的世界称这次 我们的世界称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